您好,大家好,诸位学习日语的同学们,大家辛苦了! 红叶书日语,这一期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 我自己也稀里糊涂了好久的一个日语表达方式 什么呢?我们汉语里有一个叫做大概的词 这个大概的词,范围比较广啊 翻成日语以后,有三个比较相似的表达 怎么来选择呢?您能够区别开吗? 我是糊涂了好久,现在我搞明白了 所以我要把我的体会分享给大家 说到我们汉语的大概 在日语里有三个比较相似的表达 第一个是汉字大底两个字,发音为台体 还有一个汉字是多分,发音为多分 那么这三个到底有什么差异? 应该怎样区别使用呢? 这就是我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体会 第一种,第一种大底是强调过去到现在 统计的数据,概率,百分之八十九十以上的概率的话 就要说大底,台体 比如说,如果下雨,它就不来,它就欠席 还在,比如说,日本人大概都喜欢喝酱汤 这是第一种,就是统计的数字 占到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 这种时候的大概就用台体 那么第二种呢? 第二种是在全体里边占了几成 比如说,那个一个大蛋糕 你把八九成都吃了 所以就是说,大概都吃光了 这个时候呢,一般是大体两个字 台,台 还有一个比较难以区别的 如果说,从我家 就是说,从你家到车站 要走多长时间? 如果你说,哦,我家比较远 大概走路需要三十分钟 大概走路需要三十分钟 这个大概应该怎么说呢? 这个是自己的家 自己基本上知道 所以呢,这个大概又有推测的意思 这个推测呢,不是你一种预想 而是你自己不够准确的说 就是大约的意思 大约的那种大概 所以呢,是也是 大一台 还有一种 就是完全是推测 自己没有把握 自己没有把握 可能是那样的 比如说 他可能懂了 他可能懂了 如果老师讲课说 我说,哎,我听懂了 我大概懂了 我大概懂了 就是 大一台 分かりました 如果说 他 他可能知道 他可能知道 那就是 他可能知道 其别开了吗? 这三种 大概 我们汉语的大概 是范围很广的 每一次的大概 偏重点不一样 如果是偏重于过去的 统计的 概率的 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话 日语就是 大底两个字 如果是 在全体里 占的那个比率 在八九成以上的 那个大概的话 日语里是 大体两个字 还有呢 大约 说的不准的时候 也是 大体两个字 如果是 自己完全没有把握 去推测的话 那个 可能性的话 那就是 多分 两个字 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这三种 大家看清楚了吗? 我们汉语的 大概 偏重于过去的 统计数字的话 日语就是 大底 比如说 如果下雨的话 他就会缺席的 那样的话 就会说 大家想一想 应该用哪个 如果下雨的话 他就不来 他就缺席 那就是 雨が降ると 彼らは大体 欠席 还有一个 就是说 总体的 一般的统计常识呢 日本人一般 都喜欢喝 酱汤 大体呢 大体の日本人は 味噌汁が好きだ 再比如说 在全体里边 站的那个 八九成以上 比如说 一般的周末呢 我八九成的时间 都在家 所以 周末 大体 也 你 いる 比如 刚才我们说了 如果自己听课 听懂了 也可以说 私は大体 分かった 那么 另外一个 多分 如果说 他 可能 知道 彼は 多分 分かる でしょう 还有 比如说 那件衣服 可能是 一千块钱 あの服务 多分 千円 大家听懂了吗 那就是 大体 台体 可以相当于我们汉语里的 一般 一般 那么 第二种 台体 相当于我们汉语的 基本上 基本上 也可以说 大体 大体 上 大体 上 那么 第三种呢 第三种的 多分 相当于汉语的 可能 可能的 大概 可能的 大概 区别开了吗 我们汉语的 一个 大概 也有 不同的 表达 方式 有的 偏重于 过往的 数据 统计 过往的 一般 常识 就要用 日语的 大底 如果在 全体里 占的比例 占 八九成 或者说 大约 自己 说不准确的话 说大约 是什么 的时候 就是大体 两个汉字 大一 太 如果是 自己 推想的 自己 不知道的 不能够 撤 就很清楚的 讲出来的话 用汉语说 大概 可能 可能的 那种意思的话 就是 那么 最后 举一个例子 如果说 你家 离车站远吗 走路 要走 多长时间 你家 你家离车站远吗 走路的话 大概 走多长时间 走路的话 大概 走多长时间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说自己家 自己家 应该是 大约 就是 不是准确的话 大约的说的话 那就是 大体 大体 如果是 比如说 走三十分钟的话 大体 三九本 所以呢 自己的事情 自己知道 是不是 准确的回答 是 大约的回答的话 也是 大一 如果说 他们家 离车站 大概 走多远 他们家 离车站 大概 走多远 这时候呢 自己是一种 推测 不熟悉 所以 就要用 好了 今天的 红叶说日语 就给您 分享到这里 三个的用法 您 会区别了吗 谢谢您的 收听收看 快乐相伴 彼此分享 共同成长 再见